此次還關心到極力來爭持立法院的龍頭寶座 立法院長游錫坤表態要支持民眾黨的主張 來推行委員會改採單一招委制 但是不只大黨蔡其昌不認同 許多的民進黨委員也表示反對 游錫坤今天透過臉書表示 既然承擔就應該勇敢 也救出了民進黨早在2016年就曾經提案 不過黨團總召柯敬明則解釋 當時已經發現不可行了 也在場黃國昌只是想跟國民黨團分招委 司馬趙之心路人皆知 用力握手尋求支持 游錫坤立平立法院長連任 週一拜會民眾黨團 公開信中更明確贊同四項國會改革 但其中又推行委員會單一招委制度 卻似乎和黨內不同調 如果站在蔡委員的角度 我認為這個階段要把小黨的聲音扼殺掉 社會也不會多數接受 大黨蔡奇昌以立委身份表示不認同 許多綠委也憂心單一招委將有力大黨贏者全拿 紛紛持反對意見 游錫坤臉書再發文直言自己被罵得很慘 但既然承擔就因勇敢既然負重就需忍辱 不過也提到民進黨過去就曾提案推行 單一招委 柯總召當時更代表提案 強調時空背景不同也必須考量台灣政治的特殊性 柯建民再嗆黃國昌別有用心 背景游錫坤的個人意見不代表民進黨團是否影響民眾黨投票意象 柯建民以沙盤推演各種狀況 2月1號政府院長選舉建州拆州 記者歡迎張元介台報道